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就是好看的笔和纸 然后笔是0-7的金色的笔纸是黑色的 这什么鬼啊 然后这个帖子是零塞金 大家都看得出来吧 我学零塞金呢 是在去年的12月底开始学的 然后除了备考那段 除掉备考的那几个月时间呢 我学他大概就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有总的加起来的话 反正就是 一个零了 一个多月零飞金的小猫星 对 叫我小猫星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呢 是处于一个学结构的阶段 然后其实很多 在这个视频呢 很多写不好的 也有很多写不好的 也有一些写的好的 反正都在慢慢练习嘛 然后也看到自己的进步 因为你可以发现 我微博之前都 零一飞金的记录 然后都可以看到 嗯好像确实是进步了 但是现在主要是掌握结构 笔画的话受了很大的 一刷开启的影响 然后笔画还没有去细揪他的一些笔画 然后笔画的话可能会在 再过一个多月 我可能就开始去 我是在规格间间 反正是看了新型的 就是零笔画了 呃反正这条路还很长 也会一直认真的去零一飞金 是自己真的下了决心 想了认真去零一飞金了 嗯因为他是这么属于我的审美的 大家选择古天的话 一定要选择 属于自己审美的 喜欢的 符合自己心境的 像这零飞金呢 就是啊 看了这么多字体 还是他零的比较顺手 然后看着舒服 真的是很喜欢这样的字体 所以才会去认真去零 如果大家非要去零一些 跟自己的风格不符合的字的话 可能真的是特别的难 也不好那个什么 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 那也可以去零就是了 但最好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符合自己风格的字 呃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好紧张 我这样录视频都好紧张 所以很多字也是这边走 然后写的不好 多多先量 比如说这个锦字 这个这个笔画就写了 这样子吧 那么这个视频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好的 那我们看下灵王 看下整体 大概就结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